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公式小瓢蟲 小瓢蟲是學生幫我取的名字 對我而言 我只要背d等於v分之下就好 我會背d等於v分之下之後 我就什麼都會算 我就知道m等於d乘以v 我就知道v等於m除以d 所以我只要背一個就夠了 但是如果你的數學不太好 你背完d等於v分之下之後 你不曉得m要等於d乘以v 你不懂 你不會 那麼現在這個方法就可以幫各位用 叫做公式小瓢蟲 這個小瓢蟲的公式的方法 是我在國外的書上看到的 也不是我幫你 也不是我幫你 在我上過這個方法幾年以後 有學生告訴我 他的補習大老師也在教 你那個強功來習他也用過這個 那我也不要說別人操我 你這反應不是我自己自創的 我也是從別外國的書上看來 來幫助你 對那個數學不好的人 來幫助你了解你該怎麼樣做 畫個圓圈圈 先割一半再割一半 上下是除 左右是乘 把公式塞進去 國中的公式大分都是三個位置數 除了熱量公式有四個位置數之外 都是三個 往裡面塞 往裡面塞 好 那個當初的看了就是用那個v等ir這個做例子 我幫你唸幾年 v等ir 左右是乘 上下是除 這樣做 然後呢 怎麼用呢 遮住它 我現在想要求v 我就把v遮住 它等於多少 ir v就是ir ok 那如果我想要求i呢 就把i遮住 i怎麼算 r分之v 很好 所以i就是r分之v 那如果我想求r呢 我就把r遮住 r等於什麼 i分之v 那這樣你就知道怎麼算了 這樣你就知道怎麼算了 所以這個幫助你知道該怎麼算 公式小條種 好 所以這次我們看到的選公式d等於v分之m 這怎麼買呢 上下是除嘛對不對 所以要寫d等於v分之m 然後寫d等於v分之m 那這個是未來下學期的重要公式 要求m m有三種算法 m有三種算法 那我們會先教兩種 就是第三種算法 用濃度去算 公式原來公式是m等於v分之m 所以我們就寫成m 為什麼我先寫m 就是我要求m 你把m的遮住嘛 m的遮住變成什麼東西 m乘以v嘛 對不對 所以m就是m乘以v m濃度乘體 也就是下學期 要用到的重要公式 那壓力 t等於v分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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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就是我們用的方式就這樣做 很好 很簡單 那就請你完成它 我幫你寫 就是三零體要用公式f等於ma 三零體要用公式f等於ma 三零體要用公式f等於ma 根據這個小瓢蟲 你就知道f要怎麼算 你又知道f要怎麼算 來帥哥 啊抽這個好了 這個要錢 26 26 26 來這f等於什麼 照上面的念 f等於什麼 上面有f有m有a f等於什麼 不會哦 哇真的太厲害了 這樣也可以不會哦 所以應該f等於什麼 把上面f遮住變什麼 ma嘛 不錯 那m會等於什麼 很少 我們實際上考試的時候 很少用這辦法求m 很少用這辦法求m 但是你還是要知道 來 m等於什麼 什麼挖勾勾 這個人叫做我要找一個 二號 二號 m等於什麼 a分之f 好啦沒關係這樣你也可以 f除以a 這個就會用到 a等於什麼 考試這個就會用到 a等於什麼挖勾 a等於什麼挖勾 帥哥美女 這個人叫做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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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連DZ,Vivincent都不會背,那這小飄蟲也沒有用啊 所以這是你最緊要做的事情,把公式背起來 我不能幫你背,一定要你自己背 我沒辦法幫你背,那什麼叫背都這邊教過嘛 你要背公式,知道中文啊,了解代號啊,知道單位啊,知道事實條件啊 要把公式背起來,你沒有背都瘋人啊,沒有什麼用 就是所謂的公式小飄蟲,幫助各位,萬一數學不好的時候,可以知道應該怎麼算 OK?